法国国会推翻总理巴尼耶政府后 总统马克龙今天发表电视演说 宣布他会在未来几天内任命新总理 针对部分在野党人要求他下台的呼声 马克龙表示他的总统任期在2027年才结束 马克龙为了阻止极右派势力推进 提前在今年夏天举行国会选举 结果弄巧反拙 无法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导致国会更加分裂 但他不认为自己应该为政府危机负责 法国总理巴尼耶为了寻求通过大幅削减开支 以及增加税收来填补公共财政缺口 结果在不信任动议表决中被推翻 马克龙已经批准巴尼耶的辞呈 不过他会继续担任看守总理 直到新政府成立 就在马克龙方面里有养的 关注文章 杨格国会选举 出名部 禁止 号 讯